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尼沙台风外围环流共办效应之下 玉璃镇三名扫把水镇沟大水直接就淹没 邻近一处养鸡场 水升级腰不仅鸡舍受水 清查之后发现有20多只的鸡被淹死了 由于去年原规台风水镇沟也同样酿醇灾害 今年又再度受灾 农民是有苦说不出 鸡都淹死了 鸡都淹死了 尼沙台风过境外围环流共办效应 带来的强大雨势侵袭 玉璃镇三名扫把水镇沟大水宣泄不及 直接冲入临近这处养鸡场 大水来得凶猛淹没了整个养鸡场 水升级腰 农民不顾自身安危 到场抢救鸡舍鸡支 今年一早于是趋缓 农民又再度回到养鸡场清理 发现有将近20只的鸡支来不及逃离而淹死 农民无奈指出 去年圆规台风也同样酿成水灾 现在面对灾情实在是有苦说不出 这个水浸的水都淹到这整个鸡舍这边来 已经擦开 你把整个鸡舍里淹掉剩一点点而已 后来对面那边的田区都淹掉 那你鸡舍里面 它的鸡它们跑去哪里 就是躲起来 刚好有些高的地方 它跑到高的地方躲起来 有漆架上面躲起来 其他有些就被淹了 跑不掉就被淹死 几乎农民反应也在第一时间 到场勘灾的政工所农业客长叶佳琪 也将进一步通报农水署来处理 那当场我们有打电话给农水署的张区和张处长 他们有承诺后续 他们在针对他们那一个 绍把菌的一个整治 他们会做出一个妥事的一个处理 这一两天台风外围环流 夹带好大雨 造成玉里镇农路天区 以及养鸡场的灾害 玉里镇公所也紧急抢修 恢复农产交通 至于农损部分 镇公所农业客长叶佳琪 也呼吁受灾农民尽快通报反应 镇公所也将会协助向上通报 争取灾害救助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